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秦贵的子孙高中状元 路过岳飞幕留下了两句诗 后来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怒发冲冠 平栏处 潇潇雨些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一曲满江红唱出了岳飞岳舞幕的壮志难筹 那十二道金牌停下的不止有岳飞北伐的脚步 更是停住了中华文化复兴一次进程 一句轻飘飘的莫须有一出引人怒血的风波亭 更是葬送了一位千古不出的忠肝义胆之将帅巅峰 但在后来的封建王朝之中 由于皇帝威严的不可触碰 在岳飞幕前被人们铸成了四尊体人 勇士下跪赎罪的也只能有秦贵 王氏 张俊和莫及谢了 但就是在这四个罪魁祸首之中 却有一人的后代能够高中壮远 在自己祖宗的跪向前留下的两句诗 更是人尽皆知 清朝康熙晚年间 南京有一家御户小的文人之家秦家 其家中次子名曰秦大使 此人自幼便是有着过目不忘之能 更是酷爱读书 诗子歌父无有不能 小小年纪便有了一个神童的称呼 但让秦家在左邻右舍出名的 不仅是秦大使这个小神童 更是因为秦家的出身 原来秦家是在明朝末年必兵户而来的南京 其祖上是何人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 这秦家在众人的口中 就成了宋朝大奸臣秦贵的后代 有的人来问秦家 秦家人对此意毫不解释 这一下更加坐实了这个传言 这一下秦家在左邻右舍的眼中也就变了位 毕竟虽然当时是清朝 是当初的惊人后裔长的天下 但谁会看得起奸臣之后呢 这也就令秦大使颇为苦恼 每日看着众人不善的眼神 不知该作何解释 只能每日游山玩水 排解心中苦闷 恰好这时 这名的文学大家 吃货大家 原没受到两江总督影记善的帮助 由树阳移任江宁之县 原没听闻江宁北国城门观音门外 有一座号称万里长江低机的燕子机 风景格外秀美 就打算前往游览 当原没到了燕子机后 却看到石壁上提着一句诗 与火之疑心到处 终生欲供水蒸流 原没一看 不由得大家称赞 再一看落款 正是秦大使所提 就此 原没找到了秦大使 二人罢酒言欢 原没得知了秦大使一家的处境 不由劝他何必受世俗之见 难道祖上是奸臣 他自己也就一定是奸臣吗 秦大使听了原没的话 却也只能苦笑不易 想要辩解一些什么 最终只能化为了一声长叹 而后秦大使和原没二人交往日益深厚 原没也是把胸中所学境界传授 二人一师一友 秦大使的生活中有了一道光 一日原没拉着秦大使游览秦怀河 看到这秦怀河两岸人声鼎沸 南京这六朝古都车水马龙 原没雅致顿时兴起 拉着秦大使便让他坐视一手 秦大使站在船上犹豫了片刻 方才缓缓开口 金粉飘零野草心 女强日日整寒金 伤心漫墨被前世 怀水而经上性情 一手七绝出口 顿时引得原没想要开口叫好 却又是沉思不已 伤心漫墨被前世 怀水而经上性情 很显然 秦大使这还是对于自己的出身有着芥蒂 看来自己这个好朋友 还是难免放不下世俗之见 到了后来 原没离任了 秦大使也只能和一些新的朋友 一起出游 但这些朋友们可就没有原没那种心胸格局了 经常以秦大使是秦桂后代这件事来打乐取笑他 秦大使面对这样的一群损友 也是大感无语 外出游玩便也少了很多 在家中专心读书制学 终于在自己38岁这年 正好赶上了甘龙武器六十大手 朝廷开恩科放盲考试 秦大使在这场考试中一举夺夺 高中壮严 高中之后 一锦还乡的秦大使 也是成了左邻右舍眼中的红人 谁也不敢再说 他是奸臣秦桂后人了 可几个曾经的师友 却是十分眼红 这怎么这小子就中了状元呢 一日也不知是几个随友串通好的 还是无心之举 他们几人拉着秦大使 竟然就游览到了岳王坟之前 岳飞墓前 还是跪着这几个铁人 在配上周围的景色 顿时让一众文人们连连叹息 一个随友看着眼前的景色 突然开口道 这新科状元见了自己的老祖宗 怎么也不说磕个头啊 不能中了状元 就不要自己的祖宗了吧 这话一出 可谓是刻过至极 不说秦大使 就连旁边的人们都变了脸色 说这话的人 自己也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话已开口 腹水难收 只能是硬着头皮道 那不磕头也就算了 见了自己的祖宗 总有什么想说的吧 毕竟是中了状元啊 秦大使文言 一脸苦笑着上前 摸了摸一旁的石柱 看着跪在地上 不知几百年的秦桂塑像 又看了看几个大眼瞪笑眼 也在看着自己的随友 仰天长叹一声 人从宋后修名跪 我到坟前愧性秦 这句话一出口 几乎就是给几个随友求饶了 而这几人的脸上 也是青一阵白一阵的 不知应该怎么回答秦大使的话 等到回了京城之后 秦大使照例进入了汉林院 听候干龙的差遣 但不知怎么 干龙竟然也知道了 秦大使男士秦桂后人的传言 一次在召见了秦大使之后 干龙突然向秦大使问道 世人戒言你秦家是秦桂后人 你秦大使是秦桂的子孙 这事实真是假 秦大使文言顿时跪在了地上 不敢说话了 自己面前的可是皇帝啊 不是那群损友 怎么回答都要小心翼翼 一句话说不好 可能就是要掉脑袋的 首先肯定不能说承认 毕竟奸臣后代这个称呼 怎么听都不好听 万一这个名头坐实了 爱 亲 娘 乐 影响仕途啊 可也不能说不认 毕竟干龙这么说了 那在干龙的心里 估计也就是这么认为的了 自己反口不认 不是让皇上不高兴吗 更何况这满清的祖上 就是女真 就是金国 自己这么急于和祖宗撇清关系 难道是承认了 岳飞打惊人打得对 岳王爷杀你满人的祖宗杀得真好 万一被有心人利用了 那就是九族潇潇了 几个脑袋够砍的 在地上趴了一会 秦大使方才颤抖着回答道 一招天子一朝成 这个回答就很巧妙了 也算是回答到了干龙的心里 看着跪在地上 对自己毕恭毕敬的秦大使 干龙也是哈哈一乐 没有再说什么 就这样秦大使在干龙一朝克敬指手 到了后来方才请辞回家 干龙42年62岁的秦大使因病去世 作为一个状元 朝廷命官 干龙下旨为其续上家谱 但谁知这一追根溯源 发现秦大使的这个秦家 竟然和秦桂这一只的秦家关系不大 秦大使不是秦桂的后人 而是秦桂他哥哥秦子的后人 这么算来 虽然秦大使也可以说是秦桂的子孙 但秦桂算不上秦大使的直系祖宗 最多算是他的叔祖宗 而且秦子和秦桂不同 秦子是一个知名的秦官 甚至在秦桂害死岳飞后 他心中为自己弟弟的所作所为羞愧难当 隐姓埋名词官归隐 这才导致自己的后人声名不鲜 以至于到了秦大使这一代 人们都直接把他认成了秦桂的后人 但也正因为这一层关系 秦大使也是不好说 自己和秦桂没有关系 只能是默默地认下了这个 给秦家摸了黑的仙人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